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,大量温室气体进入地球大气层导致全球变暖,地球温度已经上升了近一度,这听起来似乎不严重,但已经导致地球出现一场天气,最严重的全球变暖有多严重。 去外媒报道陈,一项研究表明,一场极端全球变暖,导致海洋动物无法呼吸,导致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。 这件最严重的生物灭绝事件出现,在2052亿年前的二叠近末期,灭绝事件摧毁了96%的海洋物种和70%的陆基几只动物,地球生物接近走到完全相亡的边缘。 这个异常的事件,在人类考古中被发现,科学家们此前认为,它可能与地球一系列大规模火山爆发有关。 但此前,究竟是什么使海洋如此不适应生命,仍然是一个悬而被决的问题。 近日,来自美国科学家表示,惊人的大灭绝人次于地球大气层,中过多的温室气体。 这意味着二叠近末期的大灭绝,可能会对今天正在变暖的世界是一个前车之鉴。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,在西伯利亚火山爆发,产生温室气气体之前,地球的海洋温度和氧气水平与今天的相似。 在一系列的计算机模拟中,科学家们提出温室气气体剧烈上升的状况,导致海洋表面温度上升约10度。 这引发了海洋的巨大变化,海洋损失了大约80%的氧气。 大部分海域的深海区,完全没有维持生命的气体。 模拟也显示,受灾最严重的物种是那些远离热带地区,并且对氧气损失最为敏感的物种。 来自化石记录的数据证实,在大死亡期间,看到了类似的灭绝模式,已经适应温暖,低氧条件的热带物种能够更好地在其他地方找到新家。 但对于是阴寒冷、富氧环境的物种来说,地球表面没有可以迁移逃生的地点,最终它们在无法生存的环境中快速灭绝。 以前专家们对于二叠季末期大灭绝原因寻而泪绝,是因为大家未能确定在二叠季末期缺氧、热印机、高酸度或中毒化学物质,是否会破坏海洋生物。 但如今的研究似乎已经揭示了大灭绝的驱动原因,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Justin Penn博士说, 这项研究强调了认为温室效益引起的气候变化类似机制,以发达规模灭绝的可能性。 他们指出,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得不到控制,海洋变暖可能会在2100年达到二叠季所经历的水平的20%。 22300年,它可以达到了大灭绝时期的35%到50%之间,这意味着可能也会在海洋中引发同样的大灭绝危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能请不吝点赞到订阅官eny�订阅的视频